古城墙上飞花舞企 举手投足间将客家柔情缓缓挥洒 故防跟着武艺渠 领略这里的柔情与豪迈 心宁 心旺安宁 跟着高铁等你一起领略 潇洒新民线 天南独一鱼 接下来大咖来袭了 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羽毛球女子双打冠军的陈清晨 前几天正好回了老家梅州新宁 并发出了邀请欢迎大家搭乘梅龙高铁到梅州来旅行 那打卡世界客都 我们来看看他都有什么推荐 大家好 我是陈清晨 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我的家乡 梅州 林光寺 千佛塔 宁静祥河 西河湾 汉坑湖光 山色如画 人文盛景交织 阴纳山 铜骨峰 神光山 翠色染春秋 山色迷人醉 五指山 奇风怪石 相互映衬 沿着战道前行 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美食也是梅州的一大特色 湮面是梅州人的灵魂 而梅州的大街小巷里 还蕴藏着盐鸡鸡 梅菜扣肉 新宁哥和鸡锦板炒鸡酒等丰富多样的客家美食 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梅州做客 齐聚客都 感受梅州人民的热情和好客 谢谢清晨 梅龙高铁沿线的美好风光 等你来解锁 那现在呢 我们的记者岳阳搭乘的G84914列车 即将抵达五华站 那他也坐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首趟高铁了 乘坐体验如何呢 岳阳跟我们来讲一讲 好了 四眼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回到我这边了 梅州西站始发的高 84914列车 现在呢 距离 现在呢 距离 感谢观看